解封後約了很多攤聚餐嗎? 小新會為身體帶來另一波健康危機 嗨 大家好 我是營養師Charlotte 這集教大家如何超前部署三大健康力 幫你守護健康不失衡 一 補充好菌 打造鮮美麗 一般體態肥胖的人身體處於慢性發炎狀態 大多與腸道菌蟲失衡有關 亦將剩餘未消化的營養素吸收到體內 轉變成脂肪 如果在餐餐大魚大肉或不良飲食的情況下 容易影響腸道健康 破壞腸道菌相 造成體重失控 所以平時補充好菌 像是比非德式菌B3 藉由腸道環境的調整 幫助體脂體重管理 讓鮮美身形不走鐘 二 補足好蔬 維持順暢力 一般去烤肉店 火鍋店 無肉不歡 常常蔬菜攝取量相對不夠 長期下來容易造成便秘或排便不順的現象 建議可用角白筍金針菇來當配菜 或冰涼的青汁來補充膳食纖維 讓你排便順暢不卡卡 三 補充好油提升循環力 大多數的美食隱藏著大量的油脂 及精緻澱粉 容易造成體內三酸甘油脂 膽固醇的升高 增加心血管疾病的風險 建議適量的補充魚油 增加Omega-3的攝取 幫助血脂的調節 減輕血管的負擔 增加循環代謝力 美食當前健康要顧 聰明選擇安心吃 讓我們一起防疫不鬆懈 守護健康不鬆懈 留言鑑定團 我們下次見 掰掰